威廷集團主席沈慶金還有市議員 映嫂威是遭到收押禁見 而辦案人員在今天早上七點多的時候 到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的住家進行搜索 那在剛剛搜索已經結束了 柯文哲也被帶了出來 就在住家前面柯文哲也有接受訪問 來聽看看他說了些什麼 今天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次 主要在野黨的黨主席的住家 辦公室還有中央黨部 也都被搜索 當然我非常坦蕩我知道我沒有問題 我也希望執政當局要清楚的說明 他今天是有什麼證據要做這個動作 就這樣 主席說這個還是有男朋友今天一帶走嗎 不是不是不是 我跟你講 我不會覺得什麼預測立場 我們還是希望台灣的司法是可以被信任 但是這樣今天他們 既然他們做了他們就要說明說 他們今天是有什麼樣的證據 有合理的理由 要來搜索台灣民眾黨的中央黨部 還有我個人的住家跟辦公室 他們要說明 好就這樣 在樓上待了四個小時 他們要走就去沒 不好意思 小心喔小心喔 吉林間清晨繽紛時路進行搜索地點 包括了柯文哲新一路二段的住家 以及柯文哲任內的前副市長彭震生的住家 那預計會將柯文哲和彭震生等人帶回約談 而透過剛剛的最新畫面 可以看到柯文哲住家的搜索已經結束 並且要把柯文哲帶回約談 而柯文哲剛剛在訪問時強調說自己非常坦蕩 他要政府當局拿出實質的證據 來證明說他們有合理的理由要來做這個動作 而警調在今天上午8點多現身台坡大樓柯文哲的辦公室 但因為警調抵達時辦公室還沒有人上班 黃珊珊似乎也沒有鑰匙讓警調進入 在現場急忙的打電話請人來開門 大概在早上8點50分時許甫抵達現場 但也似乎因為開鎖不當 警鈴還大響之後完成了開門動作 許甫和黃珊珊一起請警調進入 不過兩人沒有多做回應 而過兩個小時之後 檢調結束了搜索 一行人士帶走了兩台電腦主機 以及異鄉的證物 柯文哲現在是深陷金華城的冰案當中 而在今天早上住家也被搜索 對此柯媽媽是出面喊冤 表示說我的孩子絕對是清白的 甚至還說可以去問學校老師 對此柯媽媽在台下的時候 也是被搜索的 尾先生你祝願耶 我照顧她耶 我告訴她她不知道怎麼去問搜索 我是不知道啦 我的孩子絕對沒有做什麼事情啦 我看他們想他們大家想怎樣我也不知道啦 喔喔喔喔喔 你如果是說故意你照顧她也好這樣 那就很難料啦 那如果是說政府上的 我自己的孩子 我自己的孩子是絕對清白的 柯文哲會讓我完略不讓我完略 實在是我不知道 如果是我教育大小的孩子 是怎樣的 我的孩子 他們警方我就叫他們說 他們的學校 他們的什麼檢查我 可以去學校問啊 問學校的老師啊 嗯嗯嗯嗯嗯嗯 高中大學都高中大學的時候 也是筆筆筆筆啊 你看要怎麼他們去辦啦 是啊是啊 我吼 我也無能力啦 我真的沒有 沒有能力 是 啊 啊 他如果要給辦怎麼 我們怎麼會辦法 嗯嗯嗯 我跟你說 這齁 我不想要跟別人搬喔 別人搬是有錯誤的 而檢查單位一早 除了到柯文哲的住处搜索之外 也到了台坡大楼的办公室来搜索 搜索行动是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 而在检调离开的25分钟之后 立委黄珊珊以及民众党副秘书长徐甫才出来 面对记者黄珊珊 神情是感觉到比较轻松的 她表示我们尊重相关单位的调查 他们很帮忙 侦查不公开 谢谢 会不会觉得检调动作也太快了吧 我们不要走楼梯走楼梯太危险了 小姐对柯主席有信心吗 谢谢 他们刚刚有约谈你了还是搜索而已 接着持续带大家来关注台北金华城贪污案 施议员应小薇疑次搜索维京集团主席 省庆金的贿赂不明金流高达了4500万元 而应小薇以及他的助理吴顺明 双双被台北地院裁定积押禁件 而就在今天凌晨 神庆金也被北院裁定积押禁件 根据了解神庆金他被收押的一大关键原因 就是廉政署28日上门搜索的时候 神庆金的家人说他并不在家 但是却被廉政官发现 他竟然是躲在了大楼的逃身梯 被认定有逃亡之余 故收押禁件 金华城容积弊案持续延烧 市议员应小薇疑似收受微经集团主席 省庆金贿赂不明金流高达4500万元 而省庆金也在30号凌晨 遭北院裁定积押禁件 检方怀疑金华城容积案幕后有黑手 分析金流后发现 省庆金透过管道分批多次贿款给应小薇 在游应利用职权向柯市府游说 放宽金华城容积率 检方进一步追查金流 发现贿款总金额高达新台币4500万元 由应小薇指示助理吴顺明分批提领 并存入男友以及办公室主任王尊坎的账户 北院29号召开积押亭 认为应小薇及助理吴顺明涉嫌重大 有串政逃亡之余 双双裁定积押禁件 省庆金也在30号临床被北院裁定积押禁件 据了解省庆金自认身体状况不适合出国 不瞒检方认为他有逃亡之余 不过28号廉政官却在省庆金的住处 逃身梯发现省庆金 省被发现时还宣称是要去公司 但为何要从逃身梯离开 让检方怀疑根本就是要去藏物证 更有逃亡之余 故裁定积押禁件 台北市议员应小薇的积押主音 现在也已经曝光 法官认为应小薇明知道自己被禁管 却还是带着台胞证要飞往香港 有逃亡之余 台北京华城暗年环报 市议员应小薇遭检调发现 意思收受微经营集团主席 申请金贿资金 额约4500万元 助理无声明还帮忙领签 存入其他户头 而应小薇27日晚还预待台胞证 搭飞机出境香港 8月29日已逃亡 串政之余裁定应小薇及助理 吴顺明积押警舰 检察官调阅历年公文 怀疑惊化成容积案有幕后黑手 分析经历后发现 2018年到2021年间 申请金透过管道 分批多次汇款给应小薇 总额约新台币4500万元 再由应小薇指示助理 吴顺明分批提领 存入男友办公室主任望遵看账户 检方掌握具体试证后 原计划28日发动搜索 但提前得知应小薇将于27日晚间 从台中搭机出境香港 因此出动拦截将应小薇具体盗案 并约谈18人盗案书名 据应小薇明知被禁管 却还带着台胞证要飞往香港 对此他宣称适应母亲病情需求 要只有香港才买得到 无香港签证就要用到台胞证 绝无有意逃亡 但这也被法官认为有逃亡事实 称为挤押主营 还能说出发适应小薇 内宣称 感谢观看